話說我之前去了御殿場的Outlook 竟然看到這個品牌 還要比香港便宜 比歐洲便宜很多 我馬上買到瘋了 趁着今天Boxing Day和大家一起開箱 看看你猜不猜到是甚麼品牌 上次開箱說我去到東京 第一間店去到這個 Muse de Duzian Plus 買了一些必需要的品牌 然後 我去了御殿場 去了Brunano Cucinari 發覺真的很便宜 雖然不是新款 但我覺得Brunano Cucinari不是新款也不要緊 它有些東西是很classic timeless 所以見到便宜又質地好 這樣就買 但其實很複雜 我有些Brunano 其實是上次在巴黎買的 上次在巴黎 他寄回香港可以退足20%稅 所以我寄回香港 然後叫香港的朋友帶來東京給我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來東京玩 所以我很忙 見他們吃飯 帶了回來 所以有些不是在御殿場開 不如我先開了比較新的貨 首先買了這頂Beanie 我一直都想找一頂好的Beanie 初初打算好就是Cashmere 但後來發現Cashmere也不夠 他這個就加了這些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一些瘦 但又有些Metal 我覺得真的很Premium 因為有時Beanie 給人的感覺都是太Cashmere 你知道我的衣服也不是太Cashmere 他這個就剛才帶了 覺得好像貴一點 高級一點 這頂帽子真的不便宜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也是長輕的 永遠都覺得有點Royal的感覺 所以是可以不怕的 我買一頂Beanie 然後在巴黎買了這條燈芯褲 我覺得它顏色剛剛好 不過這些顏色 說真的輕幾年 你可能過幾年 又會覺得它太白 太屋表 那它下面就是橡筋 再加了一個拉鍊 你可以再拉窄一點 其實它本身跟了一條腰帶 不過就很Cashmere 被你弄一下 哎呀哎呀 噢噢噢 便宜到那個袋 它本身就跟了一條這樣的帶 都OK的 但你知道我又喜歡斯文一點 所以這條帶就未必很適合我 所以我又買了它們的皮帶 其實它們的皮帶是很漂亮的 皮很漂亮 亦都配上顏色 那這條呢 就穿起來是有型一點 亦都可以搭靴 或者就這樣搭Lofa都OK 不過搭靴會比較漂亮 因為它的褲筒始終比較大 這個也是冬天很好 如果真的太冷的話 因為它夠鬆 你裡面穿一條Heat Tag褲 其實都不會覺得很難 有時候Heat Tag褲 再穿牛仔褲 你覺得是很辛苦 但這些鬆鬆的 其實就很好 很舒服的 雖然在香港未必換了Heat Tag 然後呢 我亦都在Vegas的Cuccinani 其實看到這一件P Coat 那就沒有碼 不知道整個美國都沒有碼 那我立刻就WhatsApp我巴黎那個SA 就問它有沒有36 因為它是oversize 那我還是買36 那它就說有 我覺得這件東西真的很棒 首先它的Cutting是小小整個波 然後 我在日本其實都見過沒有數件 又是20萬件P Coat 去到什麼伊勢丹 0101 全部都是這些 但真的沒有一件夠這件漂亮 當然整個品牌都不同 日本很多這些都是Made in China 這個當然是很漂亮的Cashmere Made in Italy 那我覺得這件的顏色都應該輕到一段長時間 比較長的時間 那這個型很有趣 很漂亮 很… 對 還有它 大家都明白了 Cashmere就特別舒服 那袋子是很大的 對 那這個也是叫少少 蓋灰色的屋苗 應該都是Timeless的 然後呢 這個也是巴黎買 其實Cuccinani這些T-shirt 如果你深刻看到便宜 是未都買 不同顏色都買 它是拍得人很瘦的 它有一點點彈性 這個就是假裝摺起來了 然後還有一個袋子 這個也是在巴黎的時候訂的 而禦電場呢 就是真的沒有這一季的貨 但是不要緊 它有一些classic東西 我經常都想買 但是又覺得很貴 但是在禦電場就買到了 譬如這一件的 瓶領的打底衣 是的 那這些打底衣 當然Uniplow也有 但是… 嗯… 這件我看看 料是什麼 但是… 嗯… 那些打底衣 最重要是… 嗯… 咒長一點 那衣身長一點 那你可以多些配襯的方法 這個是Virgin Wu 再加一點點彈性料 98%Virgin Wu 是啦 這一件呢 那衣身是很長的 而且穿完之後呢 即使… 其實我這些… 有空的人呢 有時候不喜歡穿太有彈性的東西 因為會拍得… 拍得肥的 是的 這樣炸開了 但是它… 一來這個是深色啦 二來它的料… 它的cut真的做得很好 不會變成… 噶噶 這樣 是的 而且拍得很瘦 包一條腰啊 包得很好 而且它這裡呢 是有個拉鍊的 對 它這裡其實… 這是背面來的 有個折位 有它這條東西 即… Cuchinani一定有的 然後有個拉鍊 那所以呢 它會… 嗯… 怎麼說呢 它可以鬆鬆的Turtle neck 鬆鬆的 但是又不跌下來 因為它有拉鍊拉上了 是的 所以… Turtle neck 有時候你不想這樣 插著頸子的 你也想它鬆鬆的 但鬆鬆的多數都會跌下來 所以它用拉鍊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是的 那我的料是非常舒服的 這個… 我還不記得多少錢 總之就是半價左右 是的 然後呢 就… 嗯… 第二件打底 都是經常都很想要的 就是這一件 是的 它是一個企領 後面又有這條東西 那又是三身比較長的 那 那同樣的理論就是 它也是彈性了 還要這樣 直紋 其實很不適合胸大的人 但是它又是可以做到 很suttle的 這樣… 我又不是很大胸 我老公說我很小 是的 不過就… 總之很suttle的 是做到 不會砰砰的 這樣彈出來 那真的超級好 還有三身夠長 袖口夠長 拿來打底 是超級的 是的 這麼長的 是的 然後呢 就再買了一件T恤 跟剛才白色的一件一樣 不過這個是深深深藍色的 是的 也都顯瘦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拍得人的臉色很漂亮 對 只這樣穿又可以 拿來打底也可以 然後呢 就買了一件Lensum 因為我剛才在… 之前在Douzien買了藍色 買了屋苗色 買了黑色 那我缺乏什麼色 就是灰色 對了 咦?剛才有沒有說灰色 對 好像沒有說灰色 對嗎? 總之現在我需要一件灰色 這個是比較粗的 粗線條 但是呢 其實 說真的 這些Lensum 你走到東京 又是一百幾十萬件 所以我選Cuchinani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點閃 對 那變了看上去 又是Premium 一點 即使你可能不戴一些Jewelries 都給人感覺 喔 這件衣服都不是cheap 來的 變了可以搭配到一些 斯文少少的衣服 如果你就這樣一件 光是灰色 其實可能給人感覺 嗯 又不知道你是不是Made in China 即是是一些差事 那一加了這些 閃閃珠片 其實感覺就好很多了 那這個就會短身一點 是的 也可以穿東西打底 然後穿布 穿裙 這些什麼都可以搭配 唯一 就是可能我需要一件 輕身一點的灰色 因為這個都 外面穿褲子 都是比較臉腫 可能在不太冷的日子 就這樣穿 然後呢 重量級的產品 就是Cuchinani 我買到都很好很開心的 就是這一件 Blazer 就是一件長身的西裝套 都可以穿給大家看的 其實在Ducienne 都會有一件很類似的 雖然不太配這件衣服 但我只會穿給大家看 它這個領口其實開到很低 你看它第一顆鈕 差不多開到 比我的褲子還低 是的 但結果就是非常有型 你可以穿牛仔褲 穿布已經很好看 穿黑色西褲也很好看 那為什麼呢 我比較喜歡這件 Rather than Ducienne 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裡 它是套了一些 韌韌色閃閃的線 所以 當然它的材料也會比Ducienne 其實說真的 材料來講 在全世界的品牌裡面 我覺得 那個 Laura Piana 和 Granano Cuchinani 應該是 最最最好的 這兩個品牌 Hermes都給不上他們 那些材料 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兩件都有 還有這些是 Timeless的款 這個灰色也不會 所以我就覺得 可以買Cuchinani 是的 還有在 預電場買 其實都真的便宜很多很多的 那 還有在預電場買東西 它做了一個動作 我真的非常 increation 它呢 幫我剪掉所有牌 那我不用一堆衣服 回家 慢慢在那裏剪剪剪 等等等等 要回收我又要分類 那些垃圾 但是我又需要牌的 我有時候 可能想還錢 或者有些樓 它幫我剪好之後 放在這個袋裏 放在紙袋裏 我真的覺得 一流 這個就是服務 這個就是減少了我 可能它一來又不想你re-sale 不知道 很多人好像是 買這個品牌又回大陸 re-sale 還是怎樣的 總之 它這樣 就是用家來說 我真的用我不是re-sale 大陸 那我就覺得 非常之好 是的 我又不用想怎樣store 那它已經搞定了 那在余電場 那麽多品牌裏 其實我真的只買了 Cuccinari 還有一樣東西 那現在開了 就是 Casilla 就是一個帽的品牌 日本帽的品牌 就是有頂這樣的帽 那其實我本身呢 就跟自己說 不可以再買帽 我真的有很多帽 那也都很少戴 但是如果在東京 在巴黎 我就會戴帽 但是基本上在美國 香港 我都不會戴帽 是的 那個城市不適合 輪子不適合 是的 或者氣候不適合 但是這一頂呢 6600 yen 其實你計算 400元港幣都不用 就是現在匯稅 6600 yen 還要我 但是這頂帽 是Casilla品牌 但是Made in Italy 是的 所以它的製造就特別漂亮 唯一的不好處 就是這頂帽 對我來說是大了少少的 那我就可能要紮邊 整個結 在後面頂住這頂帽 但是你看 這個型很漂亮 還有最後 我打破了我自己的Promise 就是因為 這頂帽是可以去旅行用的 meaning 就是它可以摺起來 你不怕它的型會變 是的 那我覺得OK了 真的 那起碼 我不用 是的 我帶它去旅行的話 我不用帶整個 好像蛋糕盒 那樣 我就可以摺起來 放在行李箱也OK 那灰色一定可以搭配 其實我剛才的所有衣服都可以搭配 這一頂帽 是的 都是因為它便宜 但是始終呢 你們去到預電場的話 真的要很小心 我經常去Outlet 其實我不是 不想經常去Outlet 但是有時候是 不知為什麼都去了 順路 那整天都會買了一些東西 都是貪便宜 但是最後第一樣扔 或者真的穿過一次就不喜歡 就是發覺是Outlet買的東西 那不要因為貪便宜 我覺得準則都是要Uphold 就是不買Main in China的東西 不可以因便宜而買 你這個準則不Uphold 你的衣櫃就會非常之混亂 還有你到時扔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又有點肉痛 又覺得自己浪費錢 就是會有很多guilt 那又無謂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就算便宜也好 都不可以瘋狂的 我覺得 要有一個準則 否則你的衣櫃太亂太多東西 其實最後煩惱的都是自己的 其實我一開始在Ducine Plus 和Guccinelli買了很多東西之後 我都覺得都可以收下手 因為真的這個冬天需要的衣服 我都差不多夠了 可能是欠一條褲之類 就是小小的東西 那當然我都會行衣櫃單 去到衣櫃單 Either就是完全失控 或者在我已經買了其他東西的情況下 我就要再精挑細選一些東西 那我今次就是不失控的 就是買了一點點東西 那首先呢 就買了一對Boot 那這個是日本品牌來的 好像叫做Ginza Hoshin Hoshino 不知道什麼 之後打給大家看 那它是 我其實有很多類型的Boot 不過是黑色 那我就想買一對橙橙的啡色 我覺得都有型和容易配襯的 那買這些Boot 是一定要有拉鍊 真的有些夠膽死 是沒有的 是預理綁鞋帶 那你們是不是死不死 那這個品牌呢 它其實是 Made in Thailand 但是這對Boot 穿了上腳 好像Cushion Cushion 真的舒服 比赤腳 那我就想 算了 那它又不是很貴 其實簡直不貴 所以我就買了 可以襯衣服用 因為你知道人時襯黑Boot 那套衣服的顏色 未必是適合黑色 就是你黑和啡 你其實是兩樣都要有的 對 有時候真的襯不到黑 黑太實 對 太重了 然後去伊世丹 沒有什麼買出街的衣服 竟然買了睡衣 其實伊世丹 是一定要走BRA 和睡衣的Section 因為有些很優質的東西在裡面 那我就買了這一件 Organic Cotton的睡衣 上衣 那我都沒有看什麼牌子 對 你們可以看一下 Skin Awareness Skin Aware 對 那它就 也都像日本款 跌薄 鬆鬆的 嗯 它的料是很漂亮 那我又喜歡 那個領是 高一點點 不要大領 那有時候真的會攝襯的 有時候皮肺 所以這件是OK的 還有它的袖 是這樣收的 很長的 那變成你拿起一個袖 可能是洗臉 那些它不會掉下來 不會濕透 那我覺得這些細節是重要的 後面背面還要有條線在中間 那如果穿了上身 是很好看的 那接著呢 就配上它這個牌子 也有一條Organic Cotton的長褲 是的 這個也叫做Navy的顏色 有袋 有繩子 也是Cool 是的 不會說去廁所 就是脫褲的時候 我最怕有時候拿著地上的 那些髒東西 如果太闊腳的話 是的 那是一套很漂亮 那外出衣服也有買的 就是我現在穿這件 是Gosson 那你知道Gosson 也有很多衣服 其實我平時也不是怎麼買 當然Gosson是很好 又有很多東西都做在日本 但是有時候它太潮 或者太跨 可能不是很適合我 我要想想怎麼配 可能又要買其他新的東西去配 因為不是我平時的Style 那我覺得這件呢 都OK 就是容易Carry 詩詩文文 那所以就買了 那現在的衣服真的很便宜 以前又不捨得買的 就算看得到 大家都知道我通常都會去Latalon買鞋 Latalon這個 是的 你可以follow一下他IG 但是他很多鞋都是Made in China的 如果是Latalon brand 但他裡面有一條high end的brand 叫做Grease Grease Grease 對了 你認住這個字 所有Grease的鞋 都應該是Made in Japan的 而且款式是漂亮一點 Quality是好一點的 所以即使我閉上眼 入到Latalon 如果還選對喜歡的 都十成九一定是Grease的 那這一雙 其實我不是今次在東京買 雖然現在還有 Grease的Lova 是全世界最舒服的 因為它的底是軟底 對 膠底軟底 而且不厚的 變成你的腳是可以動的 所以每一季 它出任何Lova 多數我都會買黑色白色米色 什麼色 現在這一雙更好 它就改良了 還可以踩肘 你踩不踩肘 都可以 對了 變成我 有時就不喜歡買Lova拖鞋 因為有時真的踢踢踢 很想有肘的時候就沒有 這個型是很漂亮 很舒服 我不是在這裡買的意思 其實我是上網買的 因為它有時這些款 馬是會賣斷的 我又怕我來到東京的時候 它已經斷了 那就很麻煩了 因為我可能整個冬天 都是靠這雙Lova 做我主要的鞋子 所以我就網購了 在baycrew.com 然後你搜尋Grease 就會出了Grease的鞋子 你們喜歡在香港集運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如果你來玩的話 就早點送去酒店 網購的唯一不好處 就是沒有得退稅 但是 有時會斷馬 我這雙Lova 我已經穿了很多年 所以不用想 我一定買 而且很便宜 一萬多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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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想 然後我又去了 真的去了Latalon的店 看看它有什麼 又讓我找到這雙Lova 又是Grease的 不用想了 又是 後面有一個小扣 這些皮 當然都是假皮 人造皮 但是這雙Lova 真的厲害 穿上去 是有空氣感的 有沒有想過有空氣感的 它操爭 雖然它也有一點高度 但是它是 一點的 輕飄飄的 總之是 就是 穿著它 走肩步 乳飛 好像踩著乳毛 舒服到這樣 又是很便宜 又是萬三日圓 我覺得 粗著也好 它也說明 下雨也OK 那你這些 它還有黑色的 這些價錢 我覺得 有時去歐洲多 例如去那兩次巴黎 都忘記了 其實有些東西可以很便宜 就是日本東西可以很便宜 品質很好 又很便宜 所以 有時Made in Italy的鞋 真的太硬了 它們完全沒有想著學 或者沒有吸收到日本這一套 是可以做到 那些布是輕飄飄 是的 它們的皮會太硬 底會太硬 爪會太硬 裡面又沒有墊 Grease這些鞋 裡面的墊也是軟的 所以是真的很舒服的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Grease 是有款 是適合的 不用這樣便馬上買了 那接著呢 就 還買了 即是 有些 也是打底衣 其實這些長袖白T 如果我看到 是Made in Japan 雖然我在Ducien 也買了 但是我這些打底 不介意買多一件 有時可能 吃東西 醬油 弄髒了 或者舌頭越來越黃 其實有多一件 做backup是OK的 這個我又買了 接著呢 在Beauty and Youth 我買了這一條皮帶 好像是Beauty and Youth 不是 在一個叫做H Beauty and Youth 它在南青山 在那間Maison Kitsune旁邊 你可以看H Beauty and Youth 不過United Eros 有時都有的 就是這個品牌的皮帶 它是Made in France 其實你摸一下皮 都知道它是Made in France 基本上 其實是 不是藍色的 我買這條是啡色的 這一邊才是面子 雖然現在不搭 不過也要挑一挑 給大家看 它的啡色是很classy 加一個方扣 而且它也比較短 所以不會一長條 漏出來 我覺得有時反而 不知道怎樣處理它 這個就算是牛仔褲 都可以的 高腰也可以 當然不是我現在這樣搭 有時可以搭在Blazer外面 都很漂亮的 不是說只是牛仔褲 顏色真的很準 因為這些啡色 真的有100個不同的shade 我覺得它這隻是做到classic 很準 而且它這隻皮都很軟很輕 但它的Quality很好 所以我都會留意這個品牌 有什麼新的皮帶款 又說粗話我都會有的 接著就是打破了我的commitment 就是我說了這次來日本 是不買Made in China的東西 但是真的買了一件 我都考慮了很久很久很久 為什麼這一件衣服可以打動我呢 就是一件米色的冷衣 這些紐紋紋其實都有很多的 到處 但是它說到明是用了一些 Extra Fine Virgin Wool去做的 所以它不是太重 雖然你看看起來好像很重 它不是太重 然後它是很軟熟的 然後它的款式真的很漂亮 它這裡很多種的紐紋 都是一路轉 然後它的肩膀是下跌 它的底部夠大 然後它的手袖也是不同了 它的尾部開了少許差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件很優質的款式的衣服 而且它的材料也很好 當然它是Made in China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它真的很便宜 它好像22000日圓 你計算是1000多港幣 有一件這麼好的 還有它另外一個打動我的 就是它42%是extra fine virgin wool 然後有37%是Alpaka 就是那個草籃碼 所以它的材料是很棒 而它前面和後面 後面不是cable knit 是這樣打交叉的 所以它真的積得很好 這件東西 它是少少企美 看上去也很美 不覺得是cheap 有它的手工藝在裡面 所以我都給它 我覺得是Made in China 沒有辦法 但它用料好 它的設計好 我都給它一個quota 所以就買了這件 我亦都看不到自己 會在三年內扔掉這件 在這樣的考慮之下 我就破例買了一件 Made in China的冷衣 這一件在那間叫做 Speak and Span 在Speak and Span 那裏買的 Speak and Span 其實大部份的東西都是窄的 但它又會入少少外國的東西 它有時候會放了一些Made in China 放了一些multi brand 其實很多日本 brand都會是這樣 雖然它自己那些是差事 但它又會混了一些外國的品牌 在那裏 雖然Speak and Span很差 但我都要去看一看它入了什麼 然後就讓我找到這件 所以在日本行街 都是挺費神的 即是你經常打算 skip這間 skip那間 最後都是 skip不到 但今次我真的有一間是 skip到的 就是Frey ID 即Frey ID 你知道 如果跟了我很多年 你都知道 我經常買 經常都有一些很優質的東西 很款式很漂亮的東西 但這幾年我覺得它真的走下坡 那怎樣看到它走下坡 就是它的舖已經不在最最初的位置 即是它不在Shibuya Crossing的一樓 就算是Luminae 即是有洛丁 它都已經去了Basement 那你就知道 那品牌開始走下坡 而且它的款式也是 嗯 不可以 我覺得不可以 而且Quality也是比較差 而且可能我的人 年紀又越來越大 那就是要求那個Quality 又會越來越高 是的 所以 但是客觀來說 我的Frey ID 都是高低的 United Arrows 就 嗯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就是保持 不過我看到大部分東西都是Made in China 都很少買 那Beams呢 我真的很多年沒有買過Beams的東西 我覺得它的男裝是非常出色 但女裝是經常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我簡直不知道它是什麼Style 那 那 其實DUCM 又拿回袋子出來 DUCM 就是 那你們認住 怎樣唱 D E U X I 那 對 在Instagram找了它 DUCM 就是一個 很有方向的Style 它就是扮巴黎女人的Style 但是有日本人的元素 就是東西比較闊 比較Baggy 比較鬆 它的Style是很一致的 DUCM的任何衣服 我都可以買來穿 都是會完全適合我的Style 那我覺得一個品牌 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 一個Style 是很重要的 變成我Follow那個品牌 我就知道 我買它任何東西 我都知道我走到外面 就是會 是一個扮巴黎女人的亞洲人 那 那 而United Arrows就是一些東西 比較 嗯 對 比較缺乏這些Style 不過當然它的品牌的定位 都是比較Mask的 是的 DUCM在很多地方都有舖 在遠之內大樓 呃 看看 在舊遠之內大樓 然後在Rapongi Hills 呃 糟了 還有哪裏呢 呃 你們上網慢慢找吧 都不是很多間 但是在Major的地方都有 在有諾丁的Lumine 在新宿的Lumine 都有的 又不是很多間 但是你每間真的要逐件貨 好像地毯色那樣 驗絲那樣驗 對 看看自己有沒有需要 因為它的東西 如果你是有需要用得著 就買 因為它的東西真的太好了 好 那東京的開箱應該暫時到這裡 那 除非我這幾天再買東西 到時再開啦 OK 拜拜 MemingBart